美国海关及边境贸易保卫局于8月11日 公布有关香港货品来源产地标记的新规定 要求所有香港制造并出口到美国的货品 将产地来源由香港制造改为中国制造 9月16日 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涉 要求美方立即撤回有关规定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在16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于当天早上跟美国驻香港及澳门署理总领事 和唯一会面 要求美国驻港总领事转交至美国贸易代表的信函 表达特区政府强烈反对美方新规定 和要求美方立即撤回的立场 同日 特区政府驻华盛顿及日内瓦经济贸易办事处 已已将信函的副本 分别转交给在华盛顿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以及在日内瓦的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尝试代表处 并会安排与美国当局进行商讨 我们是强烈反对美国这些航产地雷员标记的新规定 并且要求美方立即撤回这个规定 但是如果视乎美方的反应 我们会按照世贸的机制 包括增短改革机制 捍卫香港的利益 邱腾华强调 在一国两制之下 基本法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独特的地位 根据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单独的关税地区 可以以中国香港的名义 作为单独成员参与世贸和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等国际组织 并与世界各经济体建立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 因此我们享有的权力 是跟其他163个世贸成员是一样的 因此这个是在我们特区里面 就着基本法赋予我们的权力里面 我们可以采取的工作 也都我们会按照自己的经贸利益 提出去捍卫自己的情况 请ukt ons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